我被妻子杜苏烧死在汽车里 我身患白血病 眼睛一年前也让杜苏弄瞎了 现在被强行带离医院绑在驾驶座上 无论如何 今天都要把他的DNA消灭 我听到杜苏咬牙切齿地说 他爸妈今晚就回来了 他的财产必须都是我的 放心 我早有准备 谁也拿不走一分钱 一个陌生的男人声音 我听不真切 这就是帮杜苏夺走我所有股份的人 他到底是谁 我来不及仔细分辨 冰凉的液体淋满我全身 接着 高温剧痛迅速吞噬我 我拼命挣扎 发出凄厉的惨叫 眼前一片耀眼白光 周总 杜小姐等着您呢 秘书方会 推醒了正在打等的我 我一睁眼 眼前是熟悉的办公室 窗外灿烂的阳光 刺得我眼睛有点疼 我又能看见了 我赶紧打开手机 死死盯着上面的日期 老天有眼 我回到了五年前 准备为杜苏支付巨额违约金的那天 五年前 我不嫌弃杜苏是演艺界的四流小演员 动用所有关系 为他争取了一个 当大导演女主角的机会 为了将他推向国际 我杜苏原经纪公司 支付了天价违约金 那时的杜苏 对我感激涕零 我将他捧在手里怕碎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舍不得他受一点苦 我将公司所有的资金花在他身上 为他在演艺界铺好路 终于让他成为国际影星 和杜苏结婚以后 他还是常年非国外工作 身体一向健康的我 却莫名其妙得了白血病 住院期间 杜苏停了我所有的治疗 并且刺瞎了我的眼睛 目的是让我看不到 合同内容给他签字 就这样 我作为男程首富 所有财富在短时间内 转给了杜苏 至此一无所有 没有了利用价值 杜苏想让我快点死 他甚至带男人到我的病房 当着我的面 进行深入交流 听着杜苏与其他男人 发出不堪入耳的声音 我的牙都要咬碎了 一口鲜血喷出来 杜苏见有效果 更加变本加厉 他告诉我 叫了我多年爸爸的女儿 根本不是我的种 只要我死了 他和那个男人以及女儿 就要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我气得胸腔咯咯作响 一口一口地吐血 但是就是咽不了气 我还有爸妈 他们在国外 我一定要等到他们 最后 杜苏还是敢在我父母 回国前烧死了我 毁了我的DNA 让我父母 得不到我的一分钱遗产 杜苏是谁 让他快滚 既然老天有眼 让我重活一世 我就要将曾经经受一切 十倍百倍 还给这个女人 方慧没想到 我会这么说 吃惊地睁大眼 但他知道我平时都是 如何纵容宠爱杜苏的 不敢擅自做主 只能通报 周总 杜小姐已经到了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杜苏和他的经纪人 走了进来 经纪人是三十多岁的 瘦高男人 难道上一世帮杜苏 害死我的人是他 我拧紧眉头盯着这个经纪人 本来指刀气扬的经纪人 看我黑了脸 吓得躲到一边没说话 倒是一直被我宠坏了的杜苏 上来就质问 违约金五千万 为什么还没有支付 我看他一脸理所当然的样子 真是被气笑了 什么违约金 与周氏财团有什么关系 快点滚 杜苏没想到我 这么不给他面子 脸色一僵 故作生气地说 周放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三分钟之内 给我支付五千万 否则 我再也不会理你 经纪人这事也帮腔 周总 你们小夫妻吵架 不能拿着是开玩笑 苏苏没有真生气 您快哄哄他 我听着经纪人奸细的嗓音 确定不是钱是烧死我的那个男人 我拿起手机 支付 支付给谁 杜苏以为我回心转意 勉强挤出一点笑 还算你识相 快点打钱 要不以后你跪下求我 我也不会再见你一面 说完 他拿过我手机 熟练地拨通了前经纪公司的电话 你们看看 这是周放 南城首付的电话 他是我未婚夫 他认识的可都是大人物 他打个喷嚏 就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告诉你们 快点给我解约 我后面还有大导演的女一号要演呢 我冷冷看着杜苏 拿着我的手机 狗杖人士 余光扫过 看到秘书方会靠在门边 表情复杂 五千万 这是我公司新品 芯片的一期投资 前世 这就是为了杜苏 我把本该投在新品研发上的钱 不断花在他身上 后来为了投资大导演的电影 让杜苏演女一号 我甚至停了整个公司的研发 以至于让对手公司赶超了我们 这一世我再也不会这么糊涂了 我拿过手机说 你们要我支付杜苏解约金五千万 我不会给 并且 作为一个商人 我要提醒你们 这种吃力爬外的员工 只要五千万是不是太少了 要是我 就把违约金提到一个亿 挂断电话后 杜苏发出尖锐报名 周放 你快点给钱 否则 你休想让我再理你 我冲方会招招手 叫保安 把这个女人和他的经纪人都赶出去 以后绝不能再踏入周时半步 自媒体时代消息传得很快 半个小时后 杜苏和他经纪人 被周时财团保安赶出办公楼的视频 就在网上传开了 杜苏态度很嚣张 一直嚷嚷着 要我道歉 被保安一脚踢下台阶 鞋都丢了一只 那个经纪人 本来以为可以跟杜苏飞黄腾打 可是看样子是没指望了 就扔下杜苏自己跑了 看完视频 我放下手机 靠在真皮办公椅上 前一世 我为了杜苏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 只为他的事业服务 为了多见他几面 我堂堂南城首富 卑微到随他去剧组 给他当助理的地步 他拍戏心情不好 就打我骂我 有时他半夜说要喝粥 我都得爬起来 开车几十公里 去城里给他买粥 有一次 他说味道不对 甚至直接把粥扣在我头上 说是戏中的剧情 他提前试戏 印象中 一年冬天 他在荒山野岭拍外景 拍完戏之后 天已经全黑了 他带上化妆师 直接开车走了 把我扔在深山里一天一夜 如果不是遇到好心村民帮忙 我可能就死在那里了 但事后 杜苏对我一撒娇解释 我就原谅了他 我一直认为 自己是杜苏的男人 一定要让他实现梦想 支持他的事业 让他成为国际影后 这才是一个男人该干的事 想想前世的自己 真是瞎了眼 我把方慧叫进办公室 你去新别墅 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 我要搬回老宅住 上一世 我给杜苏买下了南城楼王作为婚房 为此不顾父母反对 搬出去和杜苏同住 这一世 我不会这么糊涂了 我要回到爸妈身边静笑 一周之后 方慧找到我 给我看了一段监控视频 监控中 杜苏和我派去 看房子的老管家 赤条条滚在一起 完事之后 他递给老管家一个盒子 那个盒子 被老管家偷偷摸摸地 塞在了我的枕头底下 周总 我不是故意 要在你家安监控的 方慧有些紧张地解释 上次您让我去取东西 搬回老宅住 我去楼王别墅里看了一下 发现里面都是贵重的瓷器和名画 为了保证您的财产安全 我才擅自安装了监控 没有想到录下了这些 您别生气 生气 我生什么气 前世对于杜苏我可太了解了 他毫无人性 没有底线 说他是个披着人皮的魔鬼 也不过分 现在 他和我的老管家搞在一起 无非是想从别墅里 取走一些东西 支付违约金 难道老管家就是前世 和他一起害死我的人 不对 老管家服侍我多年 我记得他的声音 绝不是临死前听到的那个 所以 杜苏身边还有其他男人 方慧见我不说话 更加不安 单紧说 周总 这件事是我监狱了 我马上删除视频 取走监控 不用 我白白手 你找人去把老管家 放在我枕头底下的盒子 拿去检测 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至于其他 一切照旧 千万不要让老管家 和杜苏产生怀疑 方慧虽然不知道我的用意 但还是一切照办了 看着他勤勤恳恳为我办事 我忽然觉得上一试 我对这个忠心耿耿的秘书的关注 实在是太少了 检测结果一周之后就出来了 盒子里是一条手链 表面看着没有问题 但是其中的扣件使用了放射金属 长期接触对人体会产生不可逆转的伤害 我拿着检测报告 冷笑出声 原来我前世的白血病 就是这么得的 杜苏利用姿色勾引老管家 让老管家在我身边摆放放射性物品 损我健康 害我得白血病 算盘打得挺好 可惜我不会再给杜苏这个机会了 我让方慧把盒子放回原处 下班之后 我打电话给老管家 从今天往后 你不用睡佣人房了 你睡在我的卧室里 我不常回去住 不喜欢卧室里 没有人气冷冷清清的 老管家听罢 千恩万谢 我在电脑上查监控 果然 老管家挂了我的电话后 就欢天喜地搬进我的卧室了 与我预料的一样 杜苏绝不会把手链的真实情况 告诉老管家 老管家只是他计划中的一枚棋子 而不是他真正的帮手 至于老管家 既然抵抗不了杜苏的诱惑 那就好好领教 一下这个女人的手段吧 一个月之后 我的公司筹备 召开新品芯片发布会 这可是我和研发团队 辛辛苦苦三年 才推出的产品 在国际上都是领先水平 周市财团的股票 在一周前就开始疯狂上涨 这充分说明 投资人也极为看好 新品芯片的应用前景 在发布会召开的前一个小时 我在做发布会的准备 方会在和我对演讲稿件 并且为我整理着领带 看着他专注认真的模样 我心里生起了一些愧疚 这次新品发布会之后 我会将你升职为副总经理 希望你能在公司发挥更大的作用 没想到方会摇摇头 周总 我还是希望在您身边工作 他话没说完 办公室的门就被推开了 一个工作人员满头大汗地冲进来 周总 不好了 KK科技 抢先我们一个小时 发布了新品芯片 所有参数与我们的新品接近 投资人说 我们 我们的新品 已经没有发布的必要 现在股价断崖下跌 方会大惊失色 怎么可能 我们每一部研发都有专利 怎么可能被替代 我阴沉的脸 大步往外走 去 KK总部 我倒要看看 周氏的新品 怎么就成了他们的产品 刚到一楼大厅 就大门外的记者 蜂拥而至 周总 您让杜苏小姐 四年打胎八次 是不是真的 您对杜苏小姐使乱中气 现在对她不管不顾 她要被经纪公司逼死了 你知道吗 杜小姐现在在周氏办公楼的顶层 她要被你逼得跳楼了 赶到办公楼楼顶 我看到一身白色长裙 哭得梨花带雨的杜苏 她站在栏杆边 举着手里的运检报告 周围都是 拿着长枪短炮相机的记者 空中还有四五架无人机 在拍摄着远景 这阵仗 显然不是她一个四流小明星能动用的 周放当初看中我 胁迫我委身于她 她现在玩腻了 就要把我一脚踢开 还联合我的经纪公司封杀我 让我支付巨额违约金 我只是一个有演绎梦想 山村里出来的孩子 她有钱有势 就能把人往死里逼吗 我长期被她侵犯 经常流产 已经很难怀孕 可是现在 我怀孕了 想要生下这个孩子 周放却逼着我打胎 我的身体情况 不允许打胎 否则我会大出血死亡的 周放 我求求你 你别逼我了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 对抗不了你这样的权贵 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求你放我们母子一条生路吧 求求你了 杜苏不亏是演员 这几句话说得声泪俱下 把屏幕外面的 看直播的网友情绪 一下子调动起来 网上此时铺天盖地 都是骂我的言论 势强凌弱 要逼死女人 乐棍 渣男 有几个臭钱 就丧尽天良 轻生骨肉都要加害 会遭到报应的 网上舆论不断发酵 周市财团股价还在下跌 工作人员这时拿来平板电脑 上面显示 投资人集体给我施压 要求我马上申请紧急停牌 看到诬陷产生效果 杜苏表演得更加卖力 她朝着我扑通一声跪下 不停地磕头 求求周总 放过我们母子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你之前说过 你姨妈需要我的肾 只要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我就给她捐肾 捐肝 捐肩 捐肩脚膜 她这样的话 让网上的舆论更加炸链 天哪 有钱就为所欲为吗 小姐姐是要被这个渣男欺负死吗 渣男不得好死 周市财团一声黑 我根本没有姨妈 也从没有说 要她的肾 我死死盯着眼前这个恶毒的女人 这个披着羊皮的狼 虽然杜苏此时 在不停向我磕头 一副柔弱白莲花的样子 可是眼角却带着狡诈的得意 看来她这次是要利用网上舆论 不仅要毁了我 还要毁了周市财团 我的整个家族 周总 我要是你就赶快答应杜苏小姐 恳求她的原谅 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不知什么时候走到我身边 我瞥了一眼 没搭理她 这个男人继续走到记者面前 自我介绍 我是KK公司总裁张远 我们公司正好在附近开心亭发布会 刚散会就得知了周市财团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赶来帮忙 我好整以侠地盯着张远 这是什么帮忙 这不是落井下石来了吗 张远走到杜苏面前扶起她 杜小姐 我刚才听到你的事情 深表同情 KK公司不仅是先进的科技公司 也是负有社会责任的良心企业 我宣布 我公司将对杜小姐 进行无偿法律援助 不仅要帮她脱离前经济公司的压榨 还要让她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 说到这里 她看了一眼我 我可不像有的人 仗着有几个臭钱 就欺负女性 我们 KK公司是最有正义感 最有诚信的企业 我看张远大义凛然地说完这一切 心里已经了然 原来 今天动用这么多媒体 与杜苏勾结 在周氏集团办公楼里 搞事情的背后主使 就是这位张远 我冲方慧点了下头 方慧拿着手机 走到媒体面前 她身材高挑 相貌端庄 良好的教育 让她举手投足间 都有说不出的优雅高贵 杜苏小姐的运简单发到网上 网友都看到了 她已怀孕四周 方慧声音清脆响亮 我已把周总的工作日程发出 一个月前 周总一直在国外与投资人开会 根本没有时间和杜苏小姐 在一起制造小生命 另外 我有一段视频和各位分享 一定会让各位记者大开眼界 记者将信将疑地点开视频 就看到杜苏和老管家 在床上滚来滚去的画面 虽然重要部位都已经打了马 但也足够让人三观尽碎了 这个老头得有六七十岁了吧 天呐 我需要一双没有看过的眼睛 洗眼睛 洗眼睛 网友们的反应炸了锅 方慧继续说 这是一个月前在周总别墅里拍到的 画面中的男子是看房子的庸人 杜苏女士没有经周总同意 就潜入别墅 与庸人私会 并在离开时 带走了别墅里的两幅古画 这件事 周总已经报警 杜苏没有想到 他与老管家的事情会被拍下 穷凶极恶地要向我扑来 不 不是真的 都是电脑合成的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冷冷看着他 是不是你得警方说了算 但是丢失的古画 你必须还回来 忽然的反转 让网上舆论煞时转了响 这是真的吗 为了盗窃 尾身庸人 敲诈主人 怀了老头的孩子 还让主人洗当店 这个女人 还有没有廉耻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 周氏财团股价已经起稳 缓慢上升中 这时 警察已经来到楼顶 他们走向杜苏 杜小姐 请跟我们走一趟 杜苏歇斯底里的大叫 不是我 你们应该抓周放 是他 他是罪魁祸首 他要挖我的肾 挖我的肝 他要让我打胎 说着 他往栏杆那里迈了一步 你们再过来 我就跳下去 一尸两命 警察掏出麻醉枪 杜小姐 拒捕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杜苏死死抓着楼顶栏杆 挣扎了许久 也没有勇气跳下去 警察一个剑步冲过来 制服了他 把他带走了 这些画面 都被记者一步不落地 同步到网上 网上舆论 对我已是一片同情 周市财团有好几个热搜 股价直线拉升 张远请了这么多记者来 本想看我如何一败涂地 没想到 却帮我自证清白 眼看舆论难以翻转 他招招手 想带着这些记者 灰溜溜地离开 我一把拦住他 张总 怎么可以现在就走 周市财团的新品发布会 马上就要召开了 张远脖子一梗 KK科技刚发布的新品芯片 已是国际领先 你们还有发布的必要吗 我微微一笑 有没有 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记者也不想错失这个机会 纷纷举着摄像机 跟着我进了会议室 我让方会把大屏幕上的字 从新品芯片1.0 换成了2.0 本想看我笑话的张远 目瞪口呆 这怎么可能 一个小时之前 我们刚刚发布了新品芯片1.0 一个小时之后 你们竟然能升级到2.0 我从容不迫地走上台 仔细介绍新品芯片2.0的性能 果然比一个小时之前 KK科技发布的产品 从性能到效率 都提高了一个台阶 可以说 有了我的新品芯片2.0 KK科技一个小时之前 发布的新品 已经被淘汰 KK科技新品 在市场上的寿命 只有这么一个小时 我看着坐在台下脸上 轻一阵子一阵的张远 暗暗发笑 她今天回去 肯定会被董事会要求辞职的 因为不是原始股东 没有这个职位 她在KK科技就一文不值 会被扫地出门 不过张远要怪 也只能怪自己 谁让她选择和杜苏 这样的女人联手 既然选择和魔鬼同路 那必然会受到魔鬼的反噬 满头冷汗的张远 实在是坐不住了 准备起身离开 我快步走到她面前 冲她伸出手 感谢张总出席 周氏财团新品芯片2.0发布会 她并没有心情和我握手 呃狠狠地撞了一下我说 你别太得意 走着瞧 对于她的威胁 我毫不在意 只是觉得有点遗憾 近距离听张远说话 让我可以确定 她也不是前世那个 帮杜苏烧死我的男人 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都在为新品芯片2.0上市 而加班加点 基本上都睡在办公室 方慧一直都陪在我身边 我们每天在一起吃工作餐 有说有笑 我发现 她与我有许多共同之处 有相同的爱好 相同的专业 在国外读同一所大学 她是比我小三届的学妹 她还是人工智能 国际大赛的前三选手 我真是替自己不值 前世这么优秀的女孩 在自己身边 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发觉 全身心都被杜苏那个魔鬼 给吸引走了 不是眼瞎心芒是什么 有一天加班很晚了 我让方慧坐我的车 随路送她回家 在车上 方慧终于问出了 困扰她很久的问题 周总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 KK科技会 抢先我们推出新品芯片 我看了一眼后视镜 不置可否 我不能告诉她 在前世 KK公司就是这么操作的 只是当时的 我正陪杜苏在剧组 每天给她端茶倒水打伞 根本没有心思去追究 为什么KK科技的产品 与我们公司正在研发的产品 如此相似 现在回想起来 有段时间 杜苏天天来我办公室 我出去开会 他就可以随意打开我的电脑 所以 新品芯片的资料 就是那个时间丢的 可以想见 杜苏将周氏财团新品资料 卖给KK科技 才有后来周氏财团被赶超一世 不过 好在这一世 我也将一切改写 见我不说话 方慧若有所思点点头 这件事上 我很佩服您 您在 KK科技推出新品芯片1.0后 果断将我们还在测试的2.0推出 彻底夺回市场 但这也是兵型险招 还好 我们的新品芯片2.0经受住了考验 运行流畅 我微微一笑 没有高风险 哪有高收益呢 忽然 汽车前方窜出一个人影 拦在路中间 我大吃一惊 紧急刹车 劈头散发 鼻青脸肿的一个女人 冲过来拍打着我的车门 我一看 这不是杜苏吗 周放 老公 快开门 救救我 张远带人来抓我 被他们抓住 就死路一条了 杜苏满脸惊恐 拼命求救 我斜眼看着他 无动于衷 想来因为他怀孕 从警局被保释 却没想到 离开警察局 他反而更危险 周放 我错了 求你原谅我一次 求你让我上车 救救我 杜苏跪在车前 轮开胳膊 左右开弓地给自己巴掌 啪啪啪啪一痛下来 他的脸已经被自己抽中 嘴角流出了血 可惜 我已经不是前世 那个恋爱脑了 魔鬼就是魔鬼 不管他装得多可怜 他那颗肮脏的心 我早就看透了 我手打方向盘 绕开下跪的杜苏 一脚油门就开走了 接着 我从后视镜中 看到路边埋伏的几个 手拿铁棍的男人跑出来 一脚把杜苏踢翻 我打开车窗 他们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 你不是说 能把他骗下车吗 他是南城首富 绑了他才有钱 你这个贱人 有什么油水 打 打死这个贱人 我关上车窗 快速吃力了这个是非之地 方会在车后座上开口 周总 我看那几个拿钢管的人 好像是原来跟着张远的 张远因为芯片事件 已经被KK科技开除 还要给公司大笔赔偿 听说现在已经负债累累 我一点也不意外 杜苏想骗我下车 让张远他们绑架 敲诈周市财团前的计划落空了 他今天晚上可要好好想想 怎么才能平息张远一伙的怒气了 由于发生张远绑架未遂的事件 我加强了整个周市财团的安保级别 并且给老宅 也换了一批身强力壮的保镖 有一天方慧来办公室找我 他指着身后的黑衣保镖说 周总 除了您的父母 我也要配贴身保镖吗 我果断点点头 你对 对公司来说很重要 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当然要保证你的安全 方慧脸上忽然泛起淡淡的红浴 眼睛亮晶晶地看了我一眼 退了出去 有了得力的安保 我能全身心投入工作 新品芯片2.0投入市场反响很好 订单不断增加 我和方慧在公司加班的时间 也越来越长 就这么过了大半年 忽然有一天 前台打来电话 说有人要公司门口割腕自杀 我和方慧下楼 看到站在办公楼门口的杜苏 他衣衫褴褂 蓬头垢面 脚上的破胶鞋只剩一只 此时正拿着小刀划破手腕 鲜血滴滴答答留在地上 周放 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他指着左眼 那里是一块渗血的纱布 我被张远他们打瞎了一只眼 也流产了 还被卖到山沟里 我是钻进卖猪的车 藏在猪肚子底下 才逃出来的 求求你 收留我 你是爱我的 是不是 之前 你对我摆一摆顺 你说 你会永远对我好的 永远宠我 我看着他一脸肮脏的模样 一阵反胃 转头叫保安 为什么神经病 也要出现在公司门口 你们每个月工资 都是白领的 这时 被保安钳制住的杜苏 忽然发了疯 不断发出野兽般的喊叫 并张嘴 撕咬保安的手 我有传染病 我有传染病 保安一听他这么说 生怕被他咬到得病 吓得松了手 这个女人双眼通红地 举着刀子 向我冲来 周放 你竟然敢这么对我 那你就给我去死 我震惊立在那里 忽然一个纤细苗头的身影冲过来 死死抱住我 把他的后背留给杜苏 这分明是要替我挨一刀啊 是方慧 真没有想到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 他竟然想到 用自己的生命来救我 啊 一声惨叫传来 我和方慧同时回头 只见杜苏后腰中刀 倒在血泊之中 而捅他刀子的人 是一个骨瘦如柴的光头老人 经过前世的遭遇 我知道 这是经过化疗的结果 这个老头握着带血的刀哈哈大笑 这个坏女人 给我个盒子放卧室 让我得白血病 我恨不能把你千刀万剐 我活不成 你也别想活 哈哈 方慧震惊地看着眼前一幕 这个人 好像是那个看别墅的老管家 我不想让他再看到这一对丑陋的男女 就搂着他 护送他回到楼上办公室 经过这次生死考验 我和方慧的关系更进一步 他答应了我的表白 我们开始了正式恋爱 为了表示对方慧的尊重 我决定正式将他介绍给我的父母 这天下班之后 我买好礼品 开车去老宅 车上 方慧告诉我 那天杜苏被刺一刀后 送到医院 摘出了一个肾脏 他没有钱做后续治疗 欠一大笔手术费 偷跑出医院后 不知去向 我开着车 波澜不惊 他之前在办公楼楼顶 当着许多媒体面说 要给我姨妈挖肾 可惜我没有姨妈 但是他这颗肾 终于是没保住 方慧感慨道 真是害人不成忠害己 由于是我第一次 带女朋友回家 我父母对方慧十分重视 都背下贵重的礼物给他 就在方慧陪我父母 坐在沙发上说话时 我父亲忽然流起了鼻血 并且很难止住 前世 我的生病经历 让我立刻紧张起来 马上安排司机 护送我父母去医院 做全身检查 接着 我让方慧找专门的检测机构 把老宅里里外外检测一遍 检测机构在门口 放着一堆礼品中 发现了一个有强辐射的盒子 拍照给我看 我和方慧看到照片 都大吃一惊 这不是和放在 楼王别墅里的盒子 一模一样吗 我马上查这些礼品来源 竟然是周氏财团过中秋节时 给我父母送的礼物 原来 那个钱是帮杜苏烧死我的人 当钱是这个杀死我的凶手 终于站在我面前时 我内心竟然极为平静 我看着眼前的简历 李平 28岁 现在的职位是财务部副总监 也对 如果不是财务部的人 是不可能知道 周氏财团准确的财产信息 也不可能那么精准地转移 走我所有的财产 我让人查清了 这个李平的来路 原来 他与杜苏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 为了让杜苏原明心梦 这个李平 甚至能一天打三份工 供杜苏挥霍 李平进入周氏财团 也是一年前由杜苏介绍的 既然两人感情如此深厚 那就情所死吧 现在的杜苏一身伤病 医务所有 一定会报警李平不松手 李平身在财务部门 自然会想尽办法为杜苏赚钱 我看破这一点 这一世就不会给他们这机会 你们不是要贪污转移公司财产吗 那就去别的公司吧 比如正在创业中的张远公司 我找人给李平写了一封推荐信 把他的财务能力吹得天花乱坠 张远一看就心动了 开出高薪把李平从周氏财团挖走了 这个祸害离开公司之后 我将公司人员好好调查了一番 确定再没有与杜苏 张远有关系的人 才算松了口气 我让人暗中盯着杜苏与李平 这两人在城中村租了一套房 杜苏以前是小明星 又由我一直宠着照顾着 早就养成大手大脚的习惯 李平的工资根本不够他挥霍 李平不得已又在外面找了一个兼职 可是他们两人的生活还是入不敷出 为了钱的是 杜苏对李平是大吵小吵不断 但是李平从来不生气 还是竭尽所能地满足杜苏 渐渐地李平拿回家的钱增加了 两人的争吵变少 得到这个消息 我微微一笑 让人传话给张远 说他的账上的资金快没了 果然 一天之后 我派去盯梢的人给我传来视频 张远和他那一伙 曾打算绑架我的混混兄弟 拿着铁棍子 杀到了李平和杜苏的出租屋里 因为张远经过查账 发现公司的流动资金已经被挪用走了 如果再发现晚点 账上就一分钱都没有了 但可惜的是 杜苏与李平十分狡猾 竟然秀出了危险 提前跑路了 张远一伙没有抓到人 只能把他们的出租屋砸了得稀烂 李平和杜苏跑了 但是李平模用公司资金是事实 他再也不能在南城工作了 我父母在医院做好详细的检查 又经过医生的调养 身体完全恢复 但我不敢让他们再回老宅 就把父母送出国疗养 周氏财团新品芯片大受欢迎 我又趁热打铁 一年后推出了新品3.0 周氏财团股票已经涨了两倍 投资人天天都要把我的电话打爆 全是要追加投资的 方慧虽然是我的女朋友 却全然没有交情 每天陪着我加班 吃盒饭 毫无怨言 我常常觉得自己亏欠她太多 新品芯片3.0发布会后 我向方慧求婚成功 婚礼定在地中海的小岛上举行 方慧先休假 去做婚礼筹备工作 我还在国内处理产品上市的一些事物 工作原因 我去北城出差 晚上商务伙伴邀请去酒吧喝酒 却没想到遇到了杜苏 她穿着廉价的迷你裙 在每一个包厢里穿梭 找机会 接近衣着显贵之人 一会夹子饮陪酒 一会扯底胸口衣服 往别人身上靠 但就算是浓妆艳抹 她的眼睛上的疤痕 还是看得出来 所以没有几个男人上她的当 她钻进一个包厢 很快就会被赶出来 因为我坐在贵宾包厢的角落里 并且身边始终跟着两个保镖 杜苏根本没有机会接近我 可是却给我冷眼观察她的机会 她已经完完全全成为酒吧里 最不入流的捞女 只可惜 还是想捞捞不着的那种 不过 这比被迈进山沟里的境遇 已经不知好了多少 过了一会 我去洗手间 回包间的路上 听到了杜苏气急败坏的叫骂声 她贴了一晚上 什么也贴到 碰了一鼻子灰 心情显然不好 我顺着声音走过去 看到站在酒吧阴暗角落里的杜苏与李平 李平穿着男模的衣服 化了妆 低头听着杜苏的咒骂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眉 遇到你这个窝囊废 一天赚不了一百块钱 我要你有什么用 我告诉你 我已经约好了 下个星期你和我做角膜移植 和肾移植手术 我的器官全了 才能赚钱 靠你什么也靠不上 对了 你今天晚上 一定要把那个客人服务好了 她给的钱多 终于 愣不作声的李平抬起头 我不想去 求你了 那个老头是个变态 杜苏一个巴掌抽过去 李平头歪到一边 不去怎么赚钱 不赚钱怎么给我移植 快去 窝囊废 李平默默转过身离开 她像鸭子一样 弯着腿走路 看她如此古怪的走路姿势 我不由得皱眉 她不会已经被 不过 尊重他人命运 她既然选择了杜苏这样的女人 那她就要甘心情愿与魔鬼 共度地狱十八层 这才哪到哪啊 对比我上一世受苦 她可算是享福多了 我和方慧的海岛婚礼 如期举行 亲朋好友都来道贺 场面温馨而热闹 婚礼过后 我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 与方慧在海岛上共度命运 这一天 我在沙滩堂椅上看日落 方慧走过来 坐到我怀里 给我看了一个视频 这是一则社会新闻 在监控里 昏暗的落灯下 杜苏与李平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接着 李平抄起路边的一根木棍 将杜苏打倒在地 可能是压抑了太久的愤怒 她一下又一下狠狠地抽打着杜苏 直到杜苏一动不动了 她的抽打还没有停下 也不知藏了多少仇恨 她专门照着杜苏的头打 后来杜苏的头 都被打成一堆烂泥了 她的动作才停下 接着 她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汽油 浇满杜苏全身 然后点燃汽油 焚烧杜苏的尸体 警察很快赶来 控制住了李平 在把她往巡逻车上押送时 她忽然对着拍摄的镜头 诡异一笑 我很快会没事的 我已经销毁了杜苏的DNA 她从南城首富那里继承的遗产 都是我的 我是她的法定丈夫 我现在是南城首富 我是有钱人 我有花不完的钱 哈哈哈哈 视频在这里戛然而止 我知道 李平也重生了 只可惜 她重生的时间太晚了 杜苏没有遗产 她也不会有钱 她的余生 只能在精神病院度过 这就是对她最好的惩罚 上一世 杜苏让李平烧死我 这一世她自己 被李平烧成灰 一切都是她旧油自取 因果报应 我楼警方会 看着落日容金 这一世 我只想好好珍惜眼前人 温暖幸福地走下去 完结 顶问李平烧苦地走下去 打架风 很短并冲